用这位陈同学、这位疯狂粉丝来说 他手上有一个更令人感到珍惜的收藏 这是林书豪之前笑逼在荆州勇士队时候所穿的七号球衣 当初陈同学他买了一件同时上面还有林书豪的亲笔签名 很多人开始抢购林书豪的相关商品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他曾经在台中留下他的签名 林书豪去年还在勇士队时 参加知名运动品牌的活动 曾来到台中一中街的体育用品牌与球迷界面 还留下了签名签名 他很紧急 就是没有价值 定家说像这样子的签名 台湾只有两个 随着林书豪的爆红 他的签名商品也会跟着水涨船高 球衣原来如果是4千 原来2千多块 现在该5-6千块的话 不该把多签名 台中一名热情的球迷 陈同学当时就拿着林书豪在勇士队的七号球衣 请林书豪签名 林书豪也相当亲切 在背号七号的土编 签下自己的英文名字 就感觉这件衣服好像跟他有点沾光吧 对啊 然后也是 刚刚也是台湾人 陈同学一度想要卖掉林书豪的签名球衣 网路拍卖现在已经飙到3500多元 不过一想到这个签名得来独一 陈同学心中似乎相当挣扎 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林书豪如果继续在NBA有好表现 这件签名球衣的价格 一定也会继续的 比较高 林书豪加油 明代新闻球子培无界路 如果球衣没有买到的话 也能够在网路上创作歌曲 来表达你对于林书豪的